各位傳媒朋友早晨 今天是2019年第一次的行政會議 亦都是說是2019年第一次 我在這裏和各位傳媒朋友見面 所以在這裏祝願大家 在新的一年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提到工作順利 我留意到最近有兩件傳媒被安排採訪 大家都是有點關注 一個就是早前土地供應專頁 小組主席和副主席公佈報告時候的安排 另一個就是大家對於我們即將開通的 中環灣仔繞道給傳媒採訪的安排 都有些意見 我可以跟大家說 我都覺得兩件事都有改善的空間 所以我亦都會要求各個政策局 在安排和傳媒交代一些重要的事項 或者去參觀一些重大的基建設施的時候 都應該是更加主動更加積極 事實上傳媒的深入採訪對於特區政府的工作都是有幫助的 一方面我很尊重傳媒為公眾作監督政府的功能 另外亦都希望透過傳媒的廣泛的報導 讓市民更加掌握到我們的重大政策 以及一些重大基建的開通 過去一兩次我都總結過 2018年對於我和特區政府來說 是非常充實的一年 我們隨著我兩份的施政報告都落實了不少的工作 而2018年整體的經濟狀況都是保持量好的 雖然去到第三季有下調的跡象 所以現在2018年全年我們預測都能夠做到 實質經濟增長3.2% 比過往十年平均的2.7%都是稍為好的 在失業率方面亦都是20年的新低 2.8% 在金融市場方面亦都取得相當好的成績 我們以首次集資上次集資來計算是全球第一 但當然踏入2019年看來外圍會有很多不明朗的因素 或者繼續會有一些保護主義的抬頭 所以我都可以在這裏講 特區政府是會高度去關注保持我們的警覺性嚴陣以待 目的是為同企業我們會同舟共濟 同市民是會風雨同路 如果需要採取適時應變的措施 我們亦都會非常之緊張 非常之樂意地去做這些工作的 進入了2019年 我覺得今年亦都是會充滿挑戰 亦都是充滿機遇的一年 特別是按著國家主席習近平 要求我們更加主動積極地去融入國家的進一步的改革開放 以及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今年起碼有三件國家的大使 我們香港都會爭取積極參與 一個是在四月舉行的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論壇 第一屆我們有參加 但是人數比較少 我希望爭取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論壇 由於香港在一帶一路的工作是一個很重要的節點 我們亦都在近年倡議並船出海 即是說內地的企業投資在一帶一路的時候 都用好香港的專業服務這個平台 會爭取我們有更加深度的參與 第二件國家大使當然是在十一月在上海舉行的 第二屆的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我們去年參加了第一屆 成績都是效果非常之好的 我們有160的企業參展 同樣在今年的進博會 我們都會爭取更大的展區 讓香港的企業更加積極去參與 第三件當然是今年建國七十周年 所謂一連串在香港會進行慶祝的活動 如果在內地有大型的慶祝國慶的活動 相信中央亦都很願意讓香港來參與 此外在2019年會繼續按著我2018年的施政報告提出的二百多項措施 來逐一落實 但是最重要當然是和土地房屋相關的 我在上一年2018年最後一個工作天 即是12月31日 是同一日接收了兩本很重要的報告 兩本份量很重的報告 一個就是由我在去年 因為大埔嚴重車禍而成立 由法官領導的獨立檢討委員會 怎樣看下可以改善香港的專型巴士服務的安全 第二本當然是由黃遠輝先生 領導的土地供應專家小組的報告 我在12月31日收了兩份報告 在1月1日就看完了兩本報告 我亦都可以跟大家說 我們政府一定會很嚴肅去回應 跟進這個報告的建議 就以專型巴士的安全來講 其實我們都沒有坐著等 這個獨立檢討委員會交報告 在意外發生之後的第二個月 即是3月 運輸署長已經成立了一個 來到去改善專型巴士安全的工作小組 也都是有一些專型巴士的代表 一些巴士製造商的代表參與 也都是推出了一些安全的措施 最近我知道 運輸署也都會把這個 大家討論巴士安全的平台 是變為一個常設的機制 大家可以持續來去改善巴士的安全 在林明高法官領導 獨立檢討委員會 一共提出了45個 都相當務實 有效的建議 來加強專型巴士的服務 運輸及房屋局會盡快公佈這個報告 以及展示特區政府是很有決心去加強 香港的專型巴士的服務 因為每天有幾百萬的人次 是要乘坐這些專型巴士 我在2018年的施政報告 已經率先表示了 政府是願意去資助的 因為如果我們要求專型巴士 提供更加多的安全措施 或者改善車長的待遇 無可避免都會是 令到營辦的開支增加 都是轉價給乘客 所以在施政報告 已經提出了 我們會用資助的形式 去加裝這些安全的設施 但是加裝什麼 用什麼科技 就會考慮這次獨立檢討委員會 報告的內容 專家的意見 來決定 第二個 有關於土地供應專家小組的報告 我們更加是 已經沒有停步 去做土地供應的工作 不過小組提出了 三加五 即是三個短中期 五個中長期 稍後發展局長 亦都是好像運防局長 適時會作一個具體的回應 不過我可以說 亦都是看回我2018年的施政報告 有關土地供應的一部分 其實內容都很豐富 因為如果大家記得 當時在9月 當然小組 當時小組還沒有做任何工作 但依應我的要求 給了我一個初步的看法 按著它的初步看法 我都已經具體說 有些工作我們一定會做 因為小組給我們的整體社會意見 說土地供應是刻不容緩 是需要味譽籌 是可以相多管齊下 當然今次交報告的封面 多了四個字 就是要同心協力 我完全同意這四大的原則 所以在2018年施政報告 其實已經作了回應 亦都跟今次專家小組相當吻合 就說我們會加快發展棕地 所以兩份有關新界棕地的研究 應該在第一季 2019年第一季 就可以完成 主要就是說 在棕地上面的經濟作業 我們應該怎樣去搬遷它 從而可以騰空這些棕地 作房屋的發展 第二個就是有關於填海方面 當然對於工作小組來講 填海是放在中長期 但中長期的工作都要從今天開始 這些軟水才會適時供應的 所以無論在近岸的填海 或者是在東大嶼 我們叫明日大嶼 或者現在叫郊爾州的 一千公頃的填海 那個有關的研究工作 也都會在今年展開 相對來說 是比較 就是在我的聲音報告 未能夠具體提及 在今次專家小組做了 這麼廣泛的諮詢之後 似乎社會都仍然是 很有爭議性 當然就是這個私人 由落場地契約土地的安排 今天我難以給一個很具體的回應 因為我們有另一個諮詢 是進行了一段時間 那個諮詢還未交報告 所以對於參與那個諮詢的 很認真跟進所有有關土地供應 那些短、中、長期的策略 就以今年 即是2019年 涉及到土地供應 相關的立法會撥款 都有以下這麼多項 第一項就是關於新界 古洞北、粉嶺北、洪水橋發展的工程部分 已經進入去工程了 第二就是關於新界北 都是棕地的詳細研究 第三就是有關於近岸填海 即是在龍谷灘、小豪灣和恩澳 我們都會申請研究撥款 第四就是在大嶼山東面 即是交易周田海的研究 按照現在的小組的報告 我們亦都會申請撥款 做這個屯門內河碼頭的土地的研究 所以正如專家小組 在今次報告的封面所講 真是需要同心協力 我希望得到社會的認同和立法會的支持 這些相關的研究和工程 能夠盡快展開 為香港提供足夠的土地 來回應市民對於置業安居的需求 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對不對 美 強行 I want to ask myself or the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to jump into a conclusion on the whole subject of private recreational leases without taking into account that consultation and that study. And I really hope to steer people away from just focusing on one lease, that is the Fanling Golf Course. The private recreational leases study concerns all the private recreational leases and at this moment I am not sure how they are going to approach the subject or present its recommendations but it would be only fair to tackle the subject in its entirety rather than dealing with one particular site. The Press The Press 議員議員 第一問題有關於檢控的工作 我已經反覆強調按著基本法 檢控的工作是由律政司負責 不受任何干涉 包括不受行政長官去干涉 或者干預 或者去作一個指示 所以律政司司長和他的同事 以他們的專業知識和判斷 作出一個決定 我就不會再評論了 我希望大家就此時可以告一段落 不過我亦都了解到律政司司長本人 亦都聽到立法會對於律政司檢控的政策 仍然有一些關注 所以他本人亦都同意了 會在這個月稍後 出席立法會的司法和法律事務委員會的會議 有關於土地供應 問題是相當複雜 所以為什麽才花了過去這十幾個月 來做這個社會的討論 我對於專責小組 每一位成員 主席、副主席和每一位成員 盡心盡力去做這個諮詢 是表示非常之感激 事實上我自己在以前的工作崗位 都做過這些公眾的參與 相當困難 去到社區會堂做諮詢的工作 有時被一些有不同立場的人士的批評 奏馬 甚至有些肢體的衝突 所以每一位成員能夠頂住這個壓力 做了這個報告 我是非常之感謝的 當然每一份的報告 特區政府都是要很詳細的研究 然後有充分的理據 以香港最大的利益為依歸 去作出這個決定 所以很多人翻舊帳 說退休保障 周永生第二 我覺得都是同樣的考慮 每一個課題 經過了討論之後 負責任的政府都要全盤的考慮 來作出一個決定 如果所有的顧問 無論是受聘的顧問 好像上一個退休保障 是一個受聘的顧問 或者是作為無償參與委員會的專家 給的意見 我們都是照單全收 這個未必是一個負責任的行為 但目前是言之上早 就著專家小組這麼多的建議 起碼這三加五 我剛才都粗略講了 很多都是和政府吻合 而且也是啟動了工作 無論棕地的研究 新發展區 近岸填海 或者人工島填海 以至到屯門來河碼頭 我們都完全是一致的 現在相當是剩下這個議題 就是私人遊樂場契約 但是它不是一個 它不是一個現在一塊沒有用的地 它是有一定的用途 那是不是應該都給 那些用這些地的機構 持份者 市民 透過民政事務局 另一個的諮詢工作 表達了意見 才一併考慮呢 那情況是這樣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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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著社會福利署管理的 縱門的系統 這個是我們社會保障裏面重要的一環 所有不能自助的人士 我們都是很願意提供這個社會的安全網 縱門是有很多類別的 現在是說著所謂健全人士 或者長者 以前呢 長者60歲以上就是被視為 不需要再找東西做 或者他沒有能力找東西做的 就是非健全人士 所以就是 他可以按月拿這個社會保障 不需要參加一些協助他從頭社會的服務 所以這次的改動呢 沒有其他的目的 不是說省錢 更加不是說什麼不近人情 而是反映社會的人口的現實 就是隨著人口老齡化 壽命的延長 今天如果我跟你說 60歲以上是不可以做事了 或者是已經和社會脫節 我想你都不會接受 我都不會接受 我都超過60歲 我今天還是每天十幾個小時這樣做事 所以這次的改動呢 我覺得都有它的理據 當整個社會都是因為這個長壽 或者是退休年齡的延長呢 我們就剩下這個項目呢 是60歲 因為其他都是65歲 醫療券啊 或者兩蚊搭車啊 諸如此類 所以就是一個 你可以說是一個理順的工作 有沒有影響到人呢 基本上可以說是沒有影響到人 因為在我們政策改變之前 應該是今年的2月1號 他已經是拿著長者的縱容 但他未達65歲 即是61、62、63、64 是完全不受影響 我要再強調 是完全不受影響 如果他在我們新的安排生效之後 他是62歲的 我們也不是說他居門外 不是說你不可以申請縱容 你繼續可以申請這個社會安全網 但就以一個非長者 健全人士的類別來申請 那我們就提供就業支援 幫你找工作 事實上近年 無論社會福利署和勞工處 在長者就業的方面 都做了很多支援的配套 但如果這個65歲以下的 即62歲的長者 他有體藥 他有傷殘 他又會進入了另外的類別 就是 英文叫做 身體虛弱 或者其他的類別 所以我可以說 這個是一個理順的工作 並不存在是一個截省公帑 或者影響到這條安全網的安全度的工作 事實上我聽到很多意見 希望我們加強對於中年和年長人士進入去 勞動市場的訴求 這方面我會要求勞工處處長 和勞福局局長多做這個工作 事實上我們現在都有些津貼 是給僱主去請這些年長人士 如果需要做多些我們很願意做 好 早前你都聽我對於這些房屋的私樓政策的看法 就在過去這一年多 我覺得我們的房屋政策的定位 是比以往清晰的 特別在資助房屋 出售資助房屋的比例 或者是定價那方面 現在我們看到私樓的情況 只不過是由去年的8月 就去到大概11月底 按住我們的數字 猜響物業股價處的數字 是下跌了7.2% 但是以整年計 仍然是一個上升的 如果以2017年7月本業政會開始 也都是上升的幅度 都還是不少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我都公開講了 我們一定不會切辣 也都不會減辣 就是那些額外的印花稅 買家印花稅 雙倍印花稅 因為那些是有它管理需求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按揭乘數 我聽到很多意見 就是說供得起 不過沒有首期 但是大家可以想像 現在所謂供得起 其實都是 如果用我們一貫的說法 就是去到那個 affordability ratio 就是可負擔公樓的比率 已經去到百分之七十幾 這個都是說它只是借 大概七成來到去公樓 如果你說我們放寬給它借更加多 那可能它那個公樓的負擔 也都是更加大 更加重要就是那個 信息發放的考慮 因為香港的樓市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所以在信息發放那方面 如果給市民感覺到 政府現在又很擔心樓市的調整 又可能會做一些的措施 可能就不是一件很理想的事 所以這個是特區政府會極度審慎 來考慮 我留意到財政司司長 其實都是這樣說 它舉了一連串 它會考慮的因素 才會進入去作出一個 考慮的調整 譬如要不要影響到銀行的體系的穩健 不要為樓市火上加油 要看看私樓的供應 樓價的調整 所以簡單來說 這個議題 我們現在未有即時的計劃 也都會極度的審慎 才會去移動 這些有關於私人房屋的現有的措施 多謝大家